大家好,我是Stan 今天我们来看一下 NuJins明吉的刀削面争议 这两天在韩国论坛 出现了非常多有关明吉刀削面的贴文 而大部分都是抹黑等的负面内容 很多华语圈的粉丝们也担心 这件事情到底是不是那么严重 首先给大家说明一下整个争议的由来 2023年1月,也就是一年前 NuJins曾出演了一个YouTube频道 在那里主持人进行二选音内容的时候 说了 这时候明吉自言自语的说了 有看那个直播影片的话就能知道 当时明吉是自言自语 主持人和成员们也没有对这句话做任何反应 在原始影片也没有对这句话上字幕什么的 但是之后在另外一个节目 明吉说了自己没吃过皮皮面之后 就有网友们挖出 这个片段后说 他设定了不吃平民食物的高级形象吗 贵族是他的人设吗 说他在装 之后只要明吉说没吃过什么 酸民们就酸 又开始装贵族了 去年一年都没有听过这种模型 然后最近在一个影片中明吉说了一句 我没有吃过中间 然后好像突然意识到什么似的又说了 现在我不想再说我没吃过什么 就是因为这个影片 但是黑粉算民们就是假装看不到 持续的用刀削面是什么 怎么可能没吃过刀削面 继续攻击 最后就是在潘论坛有很多很多抹黑民机的贴文 但是在其他饭圈论坛大部分都是支持民机的贴文 我们来看一下网友们的留言 对女精死的形象完全改变 看到那个反播影片后 感觉到他们在如此年轻的年龄就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似乎与谦虚之间的距离变得很远 那么就算被傻眼的攻击整整一年 还得对那些酸民保持谦虚态度吗 那些对反播影片有意见的人 百分之百是十几岁的孩子吧 他们认为无论爱豆被怎样攻击 都应该默默忍设 真是潜在的杀人犯呢 令人厌恶 民机应该要谨慎的说话 说话的时候总是制造误会 说不知道麻辣烫是什么 又说不知道刀削面是什么 但又改口说不是那样 本来只要一开始就清楚准确的说就好 为什么要不加思考的说不知道呢 这样只会累积更多误解 所以现在关于刀削面和民机的天文 不撒谎 在热门话题中至少有20个 Nate PAN真的好厉害呀 只要说失误了 承认错误 说知道刀削面就好了 为什么要反过来对大家说 讲两次看看 这是该说的话吗 旁古人怎么可能没吃过刀削面 就算没吃过 怎么可能不知道刀削面 这明明就是人事啊 还狡辩什么 所以就算是他假装不知道麻辣烫刀削面 这对你们有什么损害吗 你们的父母是卖刀削面的吗 就算是那样 有必要这样批评他吗 我真的完全不理解 民机比那些犯了罪的艺人 还要遭受更多的批评 连续几天占据热门话题 被各种恶言抹黑 实在太令人厌恶了 看来那些禽兽 只是需要几点一层拳之后 另外一个要被攻击的目标而已 事实上 民机喜欢什么 讨厌什么 没吃过什么 这些有什么重要的 这争议给我个人的最大感觉是 那些酸民们 我这么抹黑你 手指头快要抽筋的攻击力 你怎么还不归下 还不道歉 啊 竟然还反驳 你死我了 啊 对于女精死民机的刀削面争议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 监控拍刀的灰心流星 一起为了2024年许个孕吧